北京 科技創新 已经赋予这座千年古都新的使命 据统计 截至2022年底 全市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82万家 实现逆势增长 到2035年 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创新力 竞争力 辐射力全球领先 建成全球人才高地 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 这背后是北京牢固确立人才 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 其中离不开有一群 富有梦想和决心的人 选择在这座城市里奋斗 刘俊伟就是其中一员 思考其实是决定战略 战略上如果不清晰 你现实上再挺身 也达不到很好的效果 反而有可能是出的问题更多 花一万小时的时间 去做系统性的学习 系统性的沟通 你肯定会成为这个专业的专家 刘俊伟 他也为数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他所做的事 就是运用数字孪生技术 在数字世界中 还原建立真实世界物体 用来观测 甚至是预测物体的发展 从2004年创办至今 泰尔维数创 已成为数字孪生求真道路上的 硬科技公司 其实不论在我们这个城市建设 还是说我们这个国土规划 还是说我们自然资源的这个保护 包括公共安全领域里面 其实有大量的依赖于 国外的这个核心传感器 但是新代的这个相机呢 整套的完全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五六千米高原也可以进行飞行 这些在公共安全应急服务 尤其像很多地质在汉 都是完整地得到使用 通过不同角度拍照 一座城市 然后通过捐接视觉 至少能把这座城市的 可视化的模型把它还原出来 数字孪生的关键在于数据 对结果进行记录与操作 然而要在物理层面获取数据 就必须要打通 从底端到顶端的技术连通 无论是拍摄装置 还是算法研究 都需要巨大的资金 人员精力的投入 就在一年前 刘俊伟最新研发的新一代 航测传感器 曾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最终我们的研发目标 是这套系统是无人职守的 它既可以在有人机上面 像这种航高比较高的 性能比较好的有人航测飞机上面 这套系统其实也可以安装到相对大型的无人机上面 最终的目标就是最低的成本的情况下 应该是用固定仪的无人机 其实再飞到3000米左右去拍摄 做国土地形级的三维数据的获取 我们认为已经是基本能达到 我们目前可用的情况 所以今天的试飞也比较关键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飞到空中3000米 依然能够保证地面5厘米的精确度 能给我们一个更具体的比方吗 3000米的高度还可以看到 地面上的一块硬币 一块硬币 一块硬币这么大小的目标 在选择更好的焦距的话 它有可能连硬币上的数字也可以看得清 3000米一枚硬币 5厘米的精确度 这三组数字 对应着刘俊伟近20年的艰辛 如果这次测绘成功 就意味着泰瑞数创的 航测传感器全自动化飞行系统 开启了航测领域的新篇章 差不多20年前了 平面的还可以变成三维的 感觉很新鲜 这个方向其实是对人类的生活 包括对让城市更安全 让城市的规划 让城市的运行更高效 其实我们觉得是长期有很好的技术价值 当时我国在科学技术的诸多领域都是追赶者的角色 要想从追赶者到领跑者 刘俊伟则必须对核心技术下功夫 用最尖端的科技 用最尖端的科技 回望最古老的文化 此时的刘俊伟也开始兴奋起来 今天很兴奋的就是说 我们真正能从空中 看一下它整个地理的形态 包括它的地形形态 如果从历史角度 我们更能分辨出来 为什么在2000年左右 尤其我们北京的北部地区 还有沾口地区 为什么它一直是一个战争的核心地区 为什么一直是草原民族和农国民族 一直在争夺这个区域 早在2002年 数字孪生刚被提出时 这项技术可以说是天方夜谭 由于当时研发技术受限 甚至数字孪生使用成本高 都很难满足它的落地应用 以至于从那之后的十年里 都没有得到人们太多的关注 然而就是这样一项 别人都无法走进的尖端科技 却引起了刘俊伟的兴趣 这个方向已经研究了18年 也是从863国家 数字航空传感器研发 第一代传感器研发 一直到11号今年 那这部分我们认为 在某些传感器上 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全球领先 这部分数据就是我们上周 这个在巴林长城飞行的数据 进行三维重建以后的 这个初步的效果 我们可以找一份火台 我们可以测试它的高度 从顶部到底部的一个垂直高度 那么垂直高度大概 是在7.8米左右 你从底部向上量一下 可以看到这所有的数据 它的高度 它的水平距离高差 包括它的坡度 都可以在这上面 自动地就分析出来 你可以看一下 那个3D视域分析 你可以连接到这个地方 看一下它 如果仿真下你站在 站在风火台上面 要看往这个方向看 它的这个能看到哪些区域 就是这个人如果站在这个方向 就可以看到 它可以分析出来 它站在这个方向 能看到哪些区域 能看到哪些区域 你再把它拉大一点 拉距离稍微远一点 再拉远一点 这里面就是它的空间 三维结构 和我们的这个各种分析工具 可以结合在一起 如今 刘俊伟团队研发的 新一代航测传感器系统 无论是从分辨率 还是数据存储能力 都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 从航空数据 拓展到数字孪生应用领域 这些科学家都为推进 中国城市智慧化 中国工业智慧化做好了准备 通过刘俊伟和团队的不断探索 如今刘俊伟已拥有 发明专利和软著 共一百余项 并多次获得国家各部委表彰 这是北京对它科研精神的肯定 同样来自北京的格林申酮 也在为实现中国工业智慧化 加快了研发脚步 格林申酮是一家 中国最早的最纯粹的 计算机视觉公司 但我们距离一个 伟大的人工智能公司 还有很大的距离 我的野心和梦想就是 通过20年30年的时间 把格林申酮能够塑造成一家 有梦想 有能力 对社会有贡献的公司 赵勇 北京格林申酮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的创始人CEO 他深植人工智能领域近20年 致力于计算机视觉的研发 作为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 先行者 在赵勇的带领下 格林申酮早在2014年 就开始了对无人驾驶技术的探索 成为中国较早一批 研发无人驾驶的企业 要知道在那个时候 无人驾驶对多数科技公司来说 还是一个难以落地的梦 所以同事们更愿意称赵勇 是一个梦想家和创造家 因为它总会有各种奇思妙想 并会用尽一切办法把它们创造出来 高铁检修机器人就是其中一项 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中国高铁的一个运用所 所谓运用所就是我们运为高铁的地方 今天这个车间还蛮大的 它可能并排有将近十个检修的坑道 我们所在这个坑道停放的 就是一辆复兴号的高铁 这是中国运营时速在350公里的高铁 那么这辆高铁它的底部的机械结构 非常非常复杂 总共加起来有18000个零件 需要在每两天进行一次的 检修流程中去检测一遍 那么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伙伴 主导科技共同研发了一个 机器人的检修系统 我们现在下面看到在坑道中 就是这个机器人 眼前这个伸出两条机械手臂的设备 就是赵勇和团队研发的 高铁检修机器人 它的身上布满了传感器 和高精度激光扫描仪 当一辆列车进入检修坑道时 机器人便会进入坑道 对列车的所有零部件 进行扫描和检测 一旦发现异常 检修人员就能第一时间 获得机器人传回的故障数据 进而对列车进行针对性的维修 我们现在就站在一个 刹车转向架的下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转向架里面 有很多地方画了黄色的标记线 这个黄色的标记线 就是当人类的检修员在工作的时候 他为了快速地能够判断出 这个螺栓有没有丢失和松动 那么他就在他的旁边画一条线 如果他一旦松动了 这条线就断裂了 这是一种很有效 但是也很费事的做法 而且这样的线画了之后 每过几天就会被摩擦掉 因为这个列车 是以350公里的时速在运行 空气中的灰尘 会迅速地对车里进行摩擦 所以当这个线模糊的时候 他们就得再重新画一遍 那么如果用机器人 来代替这项工作的话 首先机器人就不再依赖于 这样的线了 机器人可以根据这个零件的 三维外观的形态 来判断它有没有松动 有没有丢失 现在在每一个转向架上 大概要拍多少张照片 我毛孤一下 至少得上百张照片 你看13000个除以16 大概是800个 一个车一个车是150 150差不多 一个转向架的话是80张 差不多 但是每分钟的话 每个相机会有30张左右 基于计算机视觉检测 高铁检修机器人 目前已经覆盖列车常见的 190余种故障向点 向点处理速率超过每小时2万个 在重要向点的故障诊断成功率 大于99% 同时高铁机器人检修一列 八边制列车 标准时间为45分钟 人工检修则需要4名专业技术人员 用1160分钟才能完成 这不但节省了检修人工 而且大大提高了列车检修效率 因此这一次高铁检修机器人的测试 各项功能都达到了赵勇的预期 但他还是无法给出满分 因为在他的脑海里 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之路 任重而道远 以前是算法工程师发明一个人工智能的流程 这个人工智能流程可以代替工人完成零件的检修 现在是我们需要一个算法工程师发明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能够去代替算法工程师 针对不同的型号 发明一个流程去代替工人完成具体的工作 所以这是一个智能的升级 那么这是在机器人端 我们要做的一个创新 道足且长 行载将至 新技术的成功应用 让赵勇深刻认识到 关键技术的突破 不断的自我革新 才是科创公司存活下去的命脉 他也始终遵循着 用人工智能改变世界的初心 这几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人工智能是一个慢行业 我们可能得快节奏地做事 一个企业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坚持下去 其实你不能以为这是一场白米赛跑 这是一场马拉松 所以我觉得北京才是一个最像硅谷的地方 在中国人工智能马拉松这条赛道上 赵勇和他的格林申童才刚刚起步 格林申童高铁检修机器人的成功研发 在高铁拉近城市距离的同时 增添了一份安全 在医疗领域 机械臂的研发更是为医生提供了助手 为患者带来了希望 我们怎么让机器跟智能 真的能够尽到千千万万万 替代人的部分功能 我一定要让机器人有感知 你热爱一个东西 和你很单纯地去做事 这两件事情是一定是在一起的 我们就想把这个事做 陈兆鹏 北京私灵机器人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创始人 他与团队研发的数中通用机械笔 已经成为全国行业标杆 在医疗和工业领域都具有广泛应用 并在首届嗨酷全球创业大赛中 展露头角 成绩斐然 在医疗和工业领域都具有广泛应用 从创业一时 陈兆鹏就试图带领团队 突破新一代智能机器人的能力边界 这诸多耀眼成绩的背后 离不开支持他 且与他一路同行的伙伴们 我们那个主手拿过来了吗 并脸的那个主手 那回头我们可以试一下 因为我们医疗币不能只看 它最终跟踪的精度 就是医疗币的动态响应也很重要 整个过程当中 对 对吧 这个我们要记录它动态的 响应的一个曲线下来 看看这个误差 随时间是怎么变化的 他叫王茜 是私灵机器人联合创始人 负责公司全系列 机器人产品线的研发工作 他正在和同事测试一款 医疗机械臂的性能状况 为医疗领域探索更智能 更经济好用的机器人解决方案 因为私灵的这个机器人 它最核心的技术特色 是关节里面带有高灵敏度的 力的传感器 那么有了这个力的传感器 我们可以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我们可以进行 对环境作用在机器人上的力 进行感知 有了这样的力的感知和控制 进而在控制上 就可以做一些更多的一些应用 您比如说这个场景 这个叫主臂 然后那边它会随着我的运动而动 那个叫做从臂 那么这两个机器人 是可以离得很远 可以是远程地进行一个摇操作 那么我这边的所有的动作 都会在那边精确地浮现出来 并且那边跟环境的接触力 可以精确地传递到我的手上来 我可以感受到 它跟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能达到如此精确的操控程度 离不开机器人背后 复杂的控制算法 深度研究人与机器人之间的差异 要通过强大的自研AI算法 以及自主研发的高灵敏度 扭矩传感器 私灵机器人就是拥有世界领先的 力控和力感之技术 灵敏度几乎和人手不相上下 实现各类传统机器人 难以完成的精细操作 它实时地在计算 当前的这个姿态 重量应该是多少 每个关节的使出来的力矩 应该是多少 它会精确地去补偿 补偿掉这个重量 补偿掉摩擦力之后 这个机器人就会变得特别的柔顺 这是一个20多千克的机械臂 那么在你手里 你会感觉到非常的轻 就像一个塑料的一个机械臂一样 其实它是铝合金 里面还有各种金属 这样的操控性能 能够大大提升医生 在实际医疗过程中的操作感受 还能不受地域限制 协助医生远程帮助患者进行治疗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方针政策 离不开科技创新 私灵机器人正在完成 更为广阔深远的使命 有人问我们说这个你们这么牛怎么不上天呢 我们经常回答就是不好意思你上过来 这个是我们做航天机器人的一个 所谓的天花板 科研是没有镜头的 但是行业有 一般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这个时候的这个行业需求 那么技术发展的水平 以及我们去实现这个技术和产品的 这种可控的成本 都到了一个比较均衡的状态 我们这个技术是真正可以落地的 这么一个时间点 北京这片土壤的滋养 让这个年轻团队的创业路 走得更为宽广 他们对于这座城市的情感 也愈发深厚 北京的这个人才环境 对于我们整个公司的发展 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总部在海淀 但是我们的工厂在顺移 各地的这个领导 对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东西 营商的环境的营造 以及我们各方面的一些政策和知识 特别对我们这种从海外回来 回到北京创业的人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 在北京 像是陈兆鹏团队 这样用新科技为医疗赋能的企业 还有很多 在北京市大兴区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也有这样一群人 正在用3D打印技术 为血管支架制造领域 带来新的技术变革 这是心脏内科的一台手术 把可降解支架打开一下 此时医生们手里拿的 正是一种新型3D打印 可降解关脉支架 特别好 自然呼吸非常好 这是3D打印和医疗领域的一次融合 我们是用3D打印技术 研发全匠年的血管支架 革命性的产品 全世界独一份 创新才能赢得尊敬 我希望能够有一个 真正中国人研发的原创的技术 在这个全世界能得到认可 这是我内心的一种渴望 这是我们的结构设计 邱总 您站着办公是吗 对啊 站着办公的好处就是 避免这个腰椎间盘吐住 另外的话还可以减肥 眼前这个习惯站着 在电脑前办公的人就是刘青 现任北京阿迈特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血管支架创新研发的科研路上 刘青带着团队已经走了11年 那么我手里拿的这管在里面 就放的是我们用3D打印技术 就是做出来的这个血管支架 你可以看一下 这非常精密 我们的支架最大特量 它可以弯曲到180度 它这个地方不塌陷 一般的支架弯了这么180度以后 它就会塌陷 那么这个不塌陷的这种结构设计 是我们得到发明专利授权的 这种结构设计就保证了我们的支架 植入以后跟血管贴合得非常好 就不容易发生血涮了 传统的制作支架方式 大多是激光雕刻 就是在做好的管材上 用激光雕刻机 在上面雕刻出一个支架出来 因为大量的材料被去掉了 所以导致材料利用率非常低 属于剪材制造方式 而且这项技术的关键工艺 已被跨国公司的大量专利所覆盖 为了突破技术壁垒 刘青带领团队独创 3D多轴精密快速打印专利技术 它属于增采制造 不仅极大的节约了材料 缩短了生产时间 降低了成本 还能制作出激光切割技术 做不出的复杂结构 这种闭环结构更容易嵌入血管壁 有利于支架贴壁 和减少对血液流畅的干扰 老师跟我相关领域的 我都特别感兴趣 而且当我特别是看到一些创新的东西 看到他们那种巧妙的思维的时候 我就会说 我怎么没想到 特别有时候觉得 看到别人的创新的发明的时候 你真的有时候 你是一种享受 但是同时又觉得 我也应该能做到这点 所以这点东西也是激励着 不断地做一些新东西的 这个很强的一个动力 简单的夙愿 了不起的情感 每次面临人生中 是否逆风前行的选择体 他们都不曾困惑 一直享受着创新打来的欣喜 可就在努力的途中 更大的绊脚石就在前方 在117年以后的话 特别是19年的时候 我们就碰到融资难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记得当时特别清楚 那时候就是我们有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高管就没有发工资 那时候我们想就是 如果我再坚持一个月 可能员工的工作 我们都只能发一半的工资了 所以那时候我是碰到最困难的时候 资金短缺 总会困扰大批创业者 在被时代浪潮洗刷过程中 难免遭遇险境和窘境 生或死的考验 但是其中也总有一批挑战者 会直面困难放手一搏 并未被浪潮吞没和掩埋 刘青正是这样的人 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坚持下来了 在那个很困难的时候 中关村管理会给了我们500万 所以一下我们这个日子就缓过来了 但是股东又坚信我们这事情 一定能做成好 所以股东也增资 从那以后我们这日子 就又走上了一个新兴向我们一条道路 2017年 阿迈特全降解贯买支架产品 通过了国家药监局组织的 创新医疗机械产品评审 产品进入了快速审评通道 2019年 阿迈特生物全降解血管支架 3D打印重大技术突破 及产业化项目 被列为北京市高精尖产业重点工程项目 2020年 刘青入选大兴区 新国门领军人才 创业以来获得大兴区 多种企业支持资金 共计800余万元 刘青的创业之徒在北京 奋斗之路在大兴 这些都是阿迈特取得成绩背后的 无我土与基石 北京真的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是我一个第二个故乡 北京的好处是有大量的文财 政府的这个营商环境特别好 它出台的政策 只要你符合这个条件 你去申报 专家评定之后 如果决定给你 是一定能够享受到 拿经费支持创新的企业 创业就像是长跑 不仅需要闯劲 更要有持续的韧劲 这一场长跑之路 有一个共同的起点 那就是北京 从政策法规到人才支撑 从试验区 示范区落地 到多地协同 从内部创新到全球交流 汇集全方位资源 为科技创新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孵化动能和展示舞台 方向笃定 蓝图清晰 蓄势待发 奋己争先 北京向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 宏伟愿景大步向前